肝 盐 血都有剧毒 烹饪时却能十里飘香 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极高 它是食客们的心头大案 既是百年地域文化的传承 也是勇敢者们的美味 一朝时得河豚肉 终生不念天下鱼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楼薅满地卢雅短 正是河豚遇上时 大家可能都知道 鲜美的河豚有剧毒 民间素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 如今在江苏洋中 吃河豚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文化 吃法更是花样多多 进入阳春三月 阳中的水产市场里 河豚和各种江鲜鱼类 都是进一期的主导 哪种卖的是最好的 哪一种卖的最好的 东北九王 南方九王 还有白九王 分别哪个价格最贵 白九王跟东北九王最贵 顾巧红在这个市场 经营水产已经二十多年 他介绍说 市场上河豚的种类比较全 大致分四种 东北橘黄豚 南方橘黄豚 白橘黄豚 暗纹东方豚 其中品质最好的是东北橘黄豚 价格也是最高的 为什么都说东北橘黄豚最好吃呢 因为东北它本身就是气温低 叫冷水鱼 它冷水慢 它这个生肠速度就慢 生肠周期长 再一个呢 我们这个吃的吃料呢 全部是小鱼小虾 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所以它这个肉质感 就是一种密度 跟这个南方鱼是肯定不一样的 那不把不舍货 和河豚中的贵族东北橘黄豚 相比 暗纹东方豚价格要低上不少 一间东北橘黄豚的价钱 可以买四五间暗纹东方豚 两者之间的价格 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 这个但是这个没有橘黄豚好吃 没有就是这个东北的橘黄 还有那个白橘黄好吃 这个最差的 是河豚品种当中最差的一种 暗纹东方豚 为什么价格最便宜 品质究竟差多少 记者来到长江边的一家 大型河豚养殖基地 学水产出身的宋恒耀 是这里的管理者 那我们的河豚的品种是什么 这边主要养的是暗纹东方豚 暗纹东方豚 不就是今年市场上 价格最便宜的河豚品种吗 在这里的价格应该更低吧 我们这个河豚 因为是仿生代养殖化 比一般的像南方那边要贵些 要达到50到60亿斤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暗纹东方豚 价格都便宜 这种仿生态养殖的暗纹东方豚 价格比普通的要高出一倍呢 我们的河豚化 养殖的周期比较长 正常化市场上 要一年多一点就可以 但是我们化要达到两年半的时间 它的肉质各方面 都是要远远高于市场上的 一般的河豚 所以价格化 要比市场上要稍微贵一些 宋蓬耀说 橘黄豚是咸水养殖 所以都在沿海地区 而暗纹东方豚是淡水养殖的 它是洋中仙民们最早吃的河豚品种 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河豚 它生长在中国东海 黄海和渤海 以及长江流域 属于一种独特的海淡水回油河豚 品质好的暗纹东方豚一样好吃 只是这几年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价格渐渐降了下来 如何渐渐这个鱼的品质 除了看这个活力和外观以外 那么河豚鱼内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 河豚这个地方 这个纹 黄的这条带 这条带的颜色越黄 那么它这个就越接近野生的品质 味道就越好 河豚是一种极美味与剧毒于一身的鱼类 中国人吃河豚少说也有2000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早吃河豚的鼻祖 那在阳中 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河豚饮食文化的地方 河豚都有哪些吃法呢 我们还是先来河豚文化馆了解一下吧 洋中那些过去的这个老的河豚大师 他们呢就是用各种方式 把河豚做出各种不同的美食 那现在这里面有多少种河豚的做法 这个里面应该有28种 你像这种河豚烧竹筍 是洋中最古老的 最传统的一种烧法 你像其他的像这些河豚皮 什么河豚烧蛋啊 都是后来的我们一些洋中的名区 大师他们 创新 用河豚创新的菜 为了向世界各地食客们 展示洋中地区的河豚文化 朱壮英就创建了这个河豚文化馆 那个年代 这个一家烧河的 整个村庄都能闻到香 所以呢 这个耗之一口的人呢 他们就 闻到香味就自然来了 主人呢一般是不请的 这个 因为这个河豚有毒嘛 所以呢一般来吃河豚的人 他会自己带着这个铜钱 放在桌子上 放在自己的面前 这是代表着 今天是我自己要来吃的 拿钱买的 除了问题 与你举家无关 河豚鲜鲜美但有剧毒 毒素主要集中在鱼籽肝脏 其次为血液 眼睛和皮 新鲜鱼肉则基本无毒 自从人工养殖河豚技术 达到国家认可后 河豚又回到了餐桌 洋中人代代相传的独特烹饪技术 确保了河豚的食用安全 在传统意义上面讲 我们处理这个河豚 还是非常严格的 河豚毒素来源四个方面 分别是河豚眼 河豚肝 河豚脂 还有河豚脂 所以说在我们处理当中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 把这个处理干净 王军是年轻一代的 中国特级河豚烹饪大师 他最擅长做白芝河豚鱼 白芝河豚 是我们洋中一代 一个比较传统的一种做法 它里面除了河豚这个佐料以外 还有羊草 河豚 羊草是春季的一个使令菜 它是非常的鲜美的 然后河豚是作为 我们今天做的白芝河豚 作为钓汤用的 王军烧制河豚鱼 已经有12年了 白芝河豚鱼 是他的拿手记忆 要向河豚香味扑鼻 关键的秘诀是熬好河豚肝 豆油熬熟后 先把河豚肝放入锅中煸炒 熬河豚肝的时候 要不时地挤压 把它里面残留的血水 全部挤出来 下入葱姜 葱姜是去捡腥去腻味 然后下入河豚 王军说 河豚本身非常腥 用油煎一下 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 加入刚刚我们用河磅 调出来的高汤 下入高汤 大火烧开后 再用中火烧至大约五六分钟左右 放入适量的盐 因为河豚本身是非常鲜美的 所以说在我们调味的过程中 再加入一点盐就够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入河豚类 最后放入河豚皮 王军告诉记者 吃河豚皮对胃有调理作用 但是烹制时容易煮化掉 所以要最后再放 刚刚我把这个河豚皮烫了一下 然后去到上面的粘液和腥味 然后现在我把这个河豚皮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因为在食用的过程中 河豚的正面 它会有一些小刺 口感不是太好 再烧半个小时左右 中高火起锅收汁 烫鲜肉嫩的白只河豚鱼 就做好了 洋中盛产央央草 煮熟的央草放在砂锅底部 倒入烧制好的白只河豚鱼 中低火焖10到15分钟 河豚的鲜味 透着央草的清香味 也是当地的一道名菜呀 除了白只河豚鱼 红烧河豚鱼 也是当地的传统菜式 今年土造烧河豚 在洋中特别受食客欢迎 今天吃的这个土造的感觉 口味跟它们不一样 都有风味吧 我们土造烧河豚是洋中传统烧法 现在不少客人都回归吃土造烧河豚 除了用土造烧制河豚 李传耀师傅还利用土造 创新出了河豚八宝饭 深受食客欢迎 土造八宝饭用土造烧制而成 土造烧柴火有特殊的香味 所以烧熟的饭也特别香 李传耀说 河豚八宝饭其实是由当地的菜饭演变而来的 我们以河豚为主 里面有河豚干 熬制香味 加入河豚肉 现在正好是我们当地 厨品和铜号上市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八宝饭里面 加入那个铜号和厨品 烧制河豚八宝饭的时候 河豚皮的处理至关重要 把河豚皮裹粉油炸 起到香腿 放在八宝饭里面 比较有腾子 美味的河豚肉 焦香酥脆的河豚皮 搭配上时令季节的各色蔬菜粒 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米香中透着肉香和淡淡的菜香 是不是很诱人呢 在阳中 河豚的做法有很多种 河豚原字也是传统吃法之一 河豚烹饭大师蒋开和说 现在还有一种吃法很流行 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河豚的原汁原味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吃法呢 60%以上都要点这个河豚火锅 这个河豚火锅锅底比较讲究 我们要拿那个河豚干 河豚的锅头 还有河豚的皮要加在一起熬制 这样熬出来的河豚汤比较浓郁 刷出来的河豚的片 就比较味道更加鲜美 中国资深特级河豚烹饭大师 王世平是土生土长的 阳中本地人 做河豚鱼已经30多年 他经过不断的创新和研究 把河豚鱼做成了佛跳墙 这福建菜和阳中本地口味的结合 会迸发出怎样的滋味呢 鲍鱼 海参 鱼汁 鱼汁 提筋 这些料我们还是用的 更能体现的河豚佛跳墙的元素 就是加了河豚鱼 王世平告诉记者 和普通佛跳墙不同 这道河豚佛跳墙里 除了加入了河豚肉 它的汤底也很讲究 如果说王世平这道河豚佛跳墙 过于高大上 不要紧 这道河豚狮子头可是老少皆宜 河豚四肢头很好吃 还嫩爽口 越口即化 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我们这个四肢头很特殊 它是用河豚肉而做成的 它那个汤全部是河豚的骨头 跟皮掉出来的 所以很浓 河豚的本味很香 这道菜里面我加了 司令型的蔬菜做笋 因为洋中特意的做笋 已经上市了 这个蔬菜又增压了河豚的鲜美度 所以这道菜很好 只有用河豚的干去吊当 才能体现出河豚的本味 特别特别香 你不用干的话 那河豚的香味就没了 当然 要想烧出味道鲜美的河豚 狮子头火候也很重要 中国烹饭大师 是日本果眼必备的佳肴 而孔庆蒲的河豚刺身却更加生猛 不仅仅让河豚肉做成刺身来吃 连剧毒的河豚干也照样生吃不误 这个干是非常薄的 它这个两到三毫米厚 估计这个只有一到两毫米厚 密制的河豚干看起来软软的 这个河豚第二毒的部位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这个测起来很脆很鲜很滑 用八个字来形容它 你吃了之后这个河豚干 就是华丽四肢鲜香畅生 孔庆蒲说 这道河豚烩羊草是阳中岛民们 吃了几百年的传统菜肴 吃小火炖 味道特别的鲜美 那么整个河豚的味道 全部融入到这个羊草里 有这种说法说 河豚无羊草 只吃羊草不吃河豚 为了满足各地吃货们的味蕾 孔庆蒲还把河豚鱼做成了家常主食 吃馄饨在我们洋中是一种民俗 家家户户都有的 我把这个河豚这个原材料来做馄饨 这是一个所创 用春天的十令蔬菜和河豚肉做馅料 形成了馄饨不同的风味 可河豚的干是有毒的 这个也要放到馄饨里吗 干是个灵魂 必须要用进去的 但是这个干呢是我经过的一个冷分解去毒以后来做的 生的入这个馅 它特别鲜香 瞧 吃馄饨的方法也花样百出 除了小火锅煮馄饨 这道通过平底锅制作的网皮馄饨 是不是更加赏心悦目呢 有了接地气的河豚馄饨 怎么能少得了这个季节十令菜要河豚春卷呢 这春卷是我们春天阳中的一个风俗 河豚做春卷这是我的一个首创 一条河豚它的肉很有限 春卷也就做十几个吧 十五个左右 春卷皮一定要是手工的 这样做出来纯手工春卷味道才更好吃 除了把河豚鱼做成传统小吃 它居然还能被做成甜品 瞧 这道脆炸西施乳也是孔庆仆潜心研究出来的创新菜 西施乳就是河豚的杏腺 用它作成的河豚鱼甜品 可以说是酥脆可口软糯香甜呀 据洋中当地人说 要想见识更多河豚鱼的新吃法 就一定要到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这里来拜访一下 瞧 今年已经72岁的他依旧在厨房里忙活着做河豚 我今年72岁了 72岁 我搞了五十几年河豚鱼 我九岁就开始做河豚鱼 一直搞到现在没间断 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告诉记者 在中国河豚鱼可以做出一百多道菜品 他做的长顺河豚宴有二十八道菜品 河豚宴在全世界主要的是日本 韩国 中国吃河豚鱼 这三个国家 日本的河豚宴它只有八道菜 我们中国像我长选河豚宴 真正上桌的可以说二十八道菜 桌上的这些就是河豚宴中最主要的十道 河豚鱼菜肴 一个是砂锅河豚 一个是这个红烧的河豚 那这道菜呢叫椒盐 河豚鱼 全是河豚鱼 这个就是我们洋用的叫瓦水 河豚鱼也可以做很多种菜 叫椒盐的 也可以泡酒的 还可以把它混成灰菜了 这个叫腹部庸河豚鱼 这上面呢全是河豚鱼鱼 像肉丝一样的 除了砂锅河豚 红烧河豚 河豚刺身 这些常见的菜品 椒盐河豚鱼 芙蓉河豚丝 凉拌河豚皮 还真是记得头一回见到 更让人大开眼界的 还在后面呢 这一盘密密麻麻的 像小蜗牛似的菜品 也和河豚有关吗 这叫水晶河豚鱼 这是土鸡蛋 蒸的 这等于是两吃了 两吃了 真的 全是河豚鱼 瞧瞧 这一盘下来 得多少条河豚鱼的眼呀 可河豚鱼的眼睛 不是也有剧毒吗 这也能吃吗 必须要进个特殊处理 才能食用 在阳中 不仅河豚肉 河豚皮 河豚类可以吃 河豚的所有部位都能食用 就连毒中之毒的第一毒 河豚籽和第二毒 河豚肝 也都变成了美味的盘中菜 为了把这两道菜端上桌 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逊 用了整整二十年 被称为拼命火腹 我是全世界河豚鱼 众多次数最多的人 我为了搞这个事业 我众多二十一次 烹饪河豚籽和河豚肝 周长逊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密不外传 不过给河豚解毒的记忆 记者还是偷偷学了点皮毛 这里是部分 河豚鱼解毒的中草药 这都是可以去河豚鱼毒性的是吗 这是去专门解河豚毒的 你这个去制毒药 我们需要多少种啊 现在看来大概有四五六种 不能传给你看 像这个好像我认识 这不就是甘蔗的根吗 这个都可以用来解毒吗 对 这些是真不认识 这些有点像我们平常看到 那些野草野菜之类的东西 这个可以把它晒干 晒干就是中草药 周长逊把二十多种中草药熬成水 再将河豚籽和河豚肝 分别放入桃罐和不同的容器中浸泡 他说因为不同的部位 解毒时间不一样 特别是在制作河豚鱼有毒的这些部位时 周长逊都一定是亲力亲为 河豚子焦香可口 回味无穷 河豚肝鲜香肥美入口即化 但鲜炸河豚子和秘制河豚肝 在周长逊的店里是送给食客品尝的 从不受卖 只为满足食客们的口腹之欲 现在河豚鱼已经成了可以带走的美味 不能亲自到阳东的吃货们 也能够在千里之外 品尝到河豚的鲜美 初步算来想 一年的话估计要5到10个亿的 打包带回去的河豚鱼 2018年开始 张荣平和餐饮界的朋友 一起把河豚鱼做成了各种各样 便于携带的美味 让河豚鱼走出阳中走向世界 这是我们的红烧河豚 传统的 还有这个传统的呢 我们是这个白芝河豚了 白芝河豚 红烧白芝是我们洋中传统的 现在我们增加了三款河豚 松茸豆椒河豚 这一款辣的 喜欢吃辣的人呢 就有口福了 喜欢吃辣 对对对 金汁还有 蜜汁金汁 它这个不光颜色好 而且它这个带一点咖喱味 味味的 这一款呢 是我们特别受欢迎的 销量冠军 最好的 对 这一款呢 就是我们的酸辣甜的河豚鱼 对对对 就这样对 剁椒味 金汤味 甜辣味 及时河豚 这几年口味变化多样 而这些河豚做的点心 也保证您见都没见过 河豚酥饼 今天是最欢迎的 它这个里面有河豚肉 做的舒适的月饼这一种 常年可以供应 那么还有一个河豚粽子 我们端午节 做这个礼品用的 还有呢 我们的河豚鱼虾酱 河豚鱼排 这都是我们的新品 从河豚狮子头 包子 饺子 园子 到河豚佛跳墙 鱼排 酥饼 河豚粽子 阳中的这些花样多多的 河豚美味 是不是很让你心动呢 其实你还可以直接买 宰杀好的半成品 速冻河豚 自己在家动手 做一道家常版的 白芝河豚 做这个白芝河豚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用大豆油 油锅加热后 放入生姜 葱段和河豚 简单翻炒一下后 就可以加水了 大火烧个十分钟 然后就是小火慢炖 市场上销售的 速冻河豚整鱼 鱼肉和鱼皮 本来就是分开的 在烹热过程中 鱼肉和鱼皮的入锅时间 也是有讲究的 在十五分钟左右的时候 再放入这个皮 因为它皮是这个胶质 放枣来它会烧化掉 还是还容易粘锅 小火多少 小火大概 差不多也是在十分钟左右 白芝河豚 汤芝浓郁 肉质鲜嫩 略有弹性 难怪古时会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了 河豚在遇到危险时就会迅速鼓气 像个气球一般 同时全身都会伸出刺来 所以河豚鱼的鱼皮重本身是带刺的 要吃河豚鱼皮的话就得想点办法咯 处理好了以后 它可以把它翻过来 刺在里面 它光滑的一面在外面 这样慢慢地一小口地吃 它就不觉得有刺了 河豚虽然味美 但毒性很大 消费者在购买和食用时 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 河豚鱼来源于经农业部备案 并公布的河豚鱼园基地 第二 河豚鱼产品应由 经中国水产流通鱼加工协会 中国鱼业协会 河豚鱼分会审核通过的 加工企业加工并包装 卫裂长江三鲜之首 肉质鲜美价格高昂 长江建谱之后 还能吃到刀鱼吗 江刀 海刀 胡刀 同时刀鱼品质有什么不同 养殖刀鱼能否替代长江刀鱼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